同学们好,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三册的第43课了,这就是Lesson 43,Fully Ensured,全保险。 像网上一样,咱们先看一下这课书的声词和短语部分,请打开书到200页,Page 200,200页。 咱们把声词短语给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Now read,Ask me,Insure,Insure,Fate,Fate,Premium,Premium,Recover,Recover,好,再转到201,Admittedly,Admittedly,Purchase,Purchase,Annual, Annual,Teenager,Teenager,Teenager,Capsize,Capsize,Capsize,Shiver,Shiver,Dive,Dive,Hull,Hull,Hull,Hauser,Hauser,Rim,Rim,Winch, Winch,Winch,Winch,Agonizing,Agonizing,Agonizing,Purch,Purch,Perch,Purch,Precariously, grateful,張ol torrent rebound rebound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为什么什么上保险 投保这个生活中 每个人都离不开的这么一个动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insure insure 叫做为某人或某个东西上保险 我们先看这个词的常见搭配 最常见的搭配就是insure 后面加借词against 注意这个词是极无动词 为某人或某个东西上保险 这个against后面跟的呢 就是以防出现什么情况 出现了情况之后呢 保险公司给你钱 为什么什么而避免某个情况而上保险 那么insure后面的跟人跟事物都可以 咱们看一个跟物的例子 比如说 I have insured my house against fire 或者是 I have insured my house against burglary 我给我家的房子上了火险 后面跟fire 上了burglary 大家可能熟悉 burglary咱们讲过 叫入户行窃 我给我的房子上了盗窃险 如果有人破门入 偷了东西 保险公司赔我钱 这是给东西上保险 这是避免出现这个事 against 放在这个后面 对吧 还有呢 给人上保险一下 咱们看这个例子 I have insured myself against illness 我给我自己上了疾病保险 以后要再得病的话 如果花钱很多保险公司呢 给套钱了 上了疾病保险 这是给某人某物 为了避免出现某个情况 这个或者出现情况之后 遭受损失而上保险 这是insure最常见的搭配 应该记住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搭配 就是给某个东西 或某人上了多少钱的保险 这个后面借词变一下 把那个against去掉 后面加借词for 这个for后面呢 一般跟金额前述 上了多少钱的保险 同样怎么看例子 比如说 They have insured a painting for a million pounds 他们给这部画 上了一百万英镑的保险 这可能是个世界名画 万一要是毁掉 或者被偷窃的话 保险公司来赔钱 这是给某个东西 上了多少钱的保险 后面这个加付就好了 这是上保险 这个insure这个动词 两个重要用法 但是我们知道insure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尤其是在美国 美国这个insure呢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确保或者保证 但在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英联邦国家 又换成另外一个词 就是ensure 那发音是类似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sure insure 只不过英文人都说insure insure 后面没有卷舌音罢了 这是make sure 或make certain 就是确保或者保证的意思 注意 表示上保险这个意思 英式美式完全一样 代表是确保保证 这个us是美式版本 那叫uk 但是united kingdom 就是英联邦国家的 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确保保证 又是常见搭配 咱们看该怎么使用 首先后面可以直接加名词 做宾语 咱们看一下lis insure passenger safety 确保乘客的安全 就保证乘客安全 这是机会动损 再比如说 one more goal will ensure victory 再进一个球 我们就可以保证胜利了 现在1比0领先 但危险 对方再踢着俩去呢 我们就输了 再进一个球 可能就确保胜利了 还有 我们再看后面加重聚 也行 the rule of the police is to ensure that the law is obeyed 这个the police 就是警方警察 警察的这个role 我们知道 这个role本来可以表示 角色 派生意可以表示作用 警察的作用是怎么样呢 是保证人民遵守法律 就是法律被遵守 在这 咱们中文中的主动结构 确保人民遵守法律 就保障法律的权威性 这是后面加的 that引导的闭语从据 这连次that可以去掉 这是insure 在美国的第二个意思 记住 就确保或者保证的意思 还有一个行进词 咱们特别常见 叫让某人放心 这个搭配叫assure somebody of something 或者assure somebody that 让某人放心 这个后面既可以 加of加名词 也可以后面加that 引导的闭语从据 我们知道加that从据的时候 这借错of就得去掉了 对吧 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 dealer assured me of his quality 这个dealer 这个商人 这个商贩 向我保证 这个商品的质量 放心吧 你放心用 这个质量没问题 向我保证 商品质量 让我对它放心 向某人保证 让某人放心 再看一个加从据的 I assure you that I'll be there on time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准时 到那个地方的 向你保证 让你放心 assure somebody 加that从据也行 这是看到insure 上保险 还有表示确保 这个保证 以及让某人放心 向某人保证 这几个行进词 重要的词汇的变析 好 这个商保险 这个动词 跟老师 我们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 看似简单 但使用起来 有难度的这个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cover recover 好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意思是本文中的 叫重新获得 丢掉之后 又找回来了 或者是找回这个东西 赚回某笔钱 或者补偿什么什么损失 这个东西一开始没了 后来又 找回来了 补偿了 我原来损失的钱 这个感觉就recover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一定是急无动损 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急无不急无都可以了 咱们以前说过 叫康复 或者恢复正常 其实康复也是一个恢复正常嘛 由生病的状态 恢复到 这个健康状态 都行 我们先看第一个 表示重新获得 找回来 赚回来 或补偿了什么什么的损失 这个都行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 来看一下 比方说 那么有四幅 从画廊里 被偷走的绘画作品 已经被找回了 B. recover 终于急无动 使用被动 这个stolen from the gallery 是后置顶语 从画廊被偷走的画 再比如说 We recovered lost time by setting out early 我们通过 set out 动身出发嘛 我们通过提早出发 而补回了 弥补回来了 那些失去的时间 一开始要迟到 结果我们提前出发一点 结果把失去的时间 又弥补回来 找回来了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你看在本文中出现的例子 就在本文中 200页的第八行 到第九行 课文 第八到第九行 第二个页 这句话说 But a claim made by a local authority to recover the cost of salvaging a second pie dish must surely be unique 但是这样一个索赔要求 什么呢 就是一个地方政府 提出的索赔要求 它要弥补一下 这个打捞一个 沉默的馅饼碟子的 这么一个损失 这个索赔要求 确实是独一无二 咱们没有见过 你看这个recover 就弥补补偿 补偿什么呢 补偿打捞 这个馅饼碟子的 这个损失 这个感觉就recover 大家注意 这是其无动损 那么如果说 从什么什么中 弥补回来 找回来了 后面会可以加 切词from 这是它表示 弥补补偿 重新找回的 这个切词搭配 后面加from 就从什么什么那里 找回了 或补回了 这个损失 比如说 two bodies were recovered from the wreckage 那么有两具尸体 那么从什么呢 从这个残骸中 被找出来了 被找到了 这个wreckage 一般表示什么 坠毁呀 或创毁的一些 什么车呀 或者什么 什么这个沉船呢 等等 wreckage 那么从这个残骸中 废墟中 找到了两具尸体 这是被找到了 找回来了 还有呢 我们看这个句子 he was entitled to recover damages from the defendants 他被赋予了这个权利 什么权利呢 可以从被告人里 这个补偿 他的损失 就是被告 得赔他钱 弥补补偿 找回来了 他当时 收到的损失 被告赔给他 第三 the defendant 这个词表示 被告人 就被告 被告放 这是从什么什么中 找回了 补偿回了 当初的这个 东西或损失 可以用recover 注意一定是 不及物动词 好 那么recover 还有另外一个 常见意思 刚才说了 表示康复或恢复正常 表示这个意思呢 可以当作 不及物动词来用 咱们看个简单的意思 after a few days of fever she began to recover 在发了几天烧之后呢 他开始慢慢康复了 复原了 recover 就恢复正常状态 那么他后面 也可以加from 这个词 当不及物动词的时候 也能加from 就从什么什么中 恢复了正常状态 从什么什么中 不好的状态中 复原了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he's in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a heart attack 他现在正在住院呢 正从一次 心脏病发作中 慢慢康复过来 恢复到健康状态 be in hospital 咱们的29个讲过 就住院的意思 从心脏病发作的状态中 已经康复过来了 恢复正常了 可以这么说 再美容说 trade soon recovered from the effects of the war 这个贸易呢 很快从战争的影响中 恢复正常了 一开始打仗 可能双方停止贸易了 但战争结束之后 那么这个贸易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recover from 从什么什么 异常状态中 恢复到正常状态 或者康复都可以用它 但recover这个词呢 也可以表示恢复了什么什么 这个时候 就是当集物动词来用了 就恢复了什么状态 这个时候 而且大家复习 我们讲过 有三个动词是类似的 都可以直接加冰语 就恢复了什么 我们分别读一下 recover restore regain 都是恢复了 注意啊 恢复了 直接加冰语 咱们看例子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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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one's health 恢复了健康 恢复了视力 one's sight 恢复了one's consciousness 恢复了意识 原来昏迷 现在醒过来了 恢复了balance 恢复了平衡 还恢复了one's compoder 恢复了某人的镇静 compoder 叫镇静 镇定自若 这个状态 就恢复了 表示这个意思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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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recover 看似简单 但有些用法 还是比较麻烦的 咱们包括 极物不极物的变化 它具体含义和搭配 希望大家一块记住 这个重点词 我们给老师 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 重点词 咱们看一看 在写作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词 叫承然 的确 或确实 就承认 这事儿 确实是真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Admittedly Admittedly 叫承然 的确 或确实如何 咱们先看一看 英文解释 看看它怎么用 Admittedly is an adverb 它是一个副词 什么意思呢 used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when you are accepting that something is true 它被用在哪个场合 有些用的巨手 就当 你承认某个东西 确实是真的 承认某个东西 的确是这样的 可以用Admittedly 而且尤其放在巨手 比较常见一些 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看这个句子 Admittedly he didn't know that at the time 它的的确 确在当时 它不知道这个事 的确在当时 它不知道这个事 咱们表示承认 放到巨手 更强调一下 再比如说 在本文中的用法 在本文中 课文中200页第十行 200页的第十行 有这句话 Admittedly It was an unusual pie dish for it was 18 feet long and 6 feet wide 的的确确 这是个不同反响 不同寻常的 西尔兵碟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18英尺长 还有7英尺这么宽 巨型的大碟子 的的确确 先承认一下 这用Admittedly这个词 一般放在巨手 常见一些 但是我们在写作中 这个Admittedly 一般多用在 让步转折结构 用Admittedly先做个让步 承认是这样的 后面再转折 但是引出更重要的内容 这个剧情我们回顾 Admittedly 一般在后面多加逗号 然后呢 加小半句来让步 然后but转折回去 再转折 或者可以把Admittedly 换成granted 也可以当副词来用 加逗号之后 让步 然后but再转折 或者用我们在16课 见过的 It is true that 做让步 诚然是这样的 后面再用but转折 这都行 就承认这样 的确 但是却如何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dmittedly It was difficult But it wasn't impossible 的确 这个事很困难 但它并不是不可能啊 but后面是重点嘛 我们再转折之后 是重点 再比如说 Granted He doesn't look too bad for his age But I don't fancy him 那诚然确实 对他的年纪来说呢 他看起来呢 长得并不算太差劲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 那转折之后 我不喜欢他是重点信息 再比如说 咱们复习第16课中的 这个74页 第12行到第13行 74页 12到13行 It is true that He had just bought a lamb He explained But his lamb was black 的的确确 他刚刚买了一头绵羊 他简直说 但是呢 他的羊是黑色的 你那羊是白的 的确是这样 But我们转折 这是固定的一个写作 一个细语 那么我们可以 把它变得更复杂一些 把句式变得更复杂 这是写的时候就更快了 咱们回顾一下 咱们讲过这个句型 It is true that admittedly 和granted 但是 我们可以加一些零碎 But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但是这并不是说 什么什么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但这并不一定 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或者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 或者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但是这并不能保证 什么什么 There is no guarantee 叫不能保证 也是固定去行 那么我们在写作中 拿过来马上就可以用了 这是第一个 保证正确 第二个保证速度 它快呀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句话 先承认 确实 很多大学生 选择继续读研究生 就pursue their graduate status 继续追寻他们的研究生的学习 这个叫考研究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想做学者 很多人就为了找红座 并不想做研究 那么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比如说就用本文中的 Unmittedly 咱们试试看 诚然 Unmittedly 很多 Many college students 怎么样呢 Choose to选择 怎么样 Pursue their graduate status 都好 但是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固定去行了 怎么样 They want to be Scholars 你看用了固定去行之后 写起来快多了 对吧 Unmittedly Many college students Choose to pursue their graduate status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y want to be scholars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都想做学者 这是我们看到 Unmittedly 这个词重要用法 咱们把这个 让步转折句型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大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看一个形容词 叫每年的一年一度的 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第一个字母 也还要咧嘴发 这个声音 大声里面 Annual 叫一年一度的 每年的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比如说 Annual Income 叫年收入 Annual Meeting 叫年会 可能公司一年 开一个重要会议 Annual Ring 这个Ring在这儿不是戒指 不可能每年给一个戒指 Ring表示环状的东西 一年多一个环 这指数的年轮 可以用它 总之是每年一个 一年一度的 可以用它 它的副词形式 又在后面再加l1 叫每年一度 每年都怎么怎么样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nnually Annually 后面加l1 这个之后 构中副词 同样看下简单例子 The Jazz Festival is held annually in July 这个爵士月 这个音乐节 那么每年在7月份 都要举行 这个Be held 就来自后屋的举行 这个Festival 本来可以表示节日 也可以表示 这个节日庆典 等等等等 这个都可以 在这儿是 这个爵士音乐节 每年7月都会举行一次 这张副词来用 Annually 但是我们看到 跟那类似的 还有一个 一年一度的 就是Early 就在名词Year 我们叫ly 它既可以当形容词 也当副词 它的用法 跟那个Annual 和Annually 几乎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呢 Annual 变成副词 要再叫ly 而这个词呢 形容词副词 拼写的完全一样的 这个注意 我们先看形容词的例子 跟刚才完全一样 你看Early Income 年收入 Early Interest 叫年利息 每年的利息 Early Budget 叫年度预算 都可以换成Annual 是完全一样的 看再看副词 The magazine is issued twice yearly 这个杂志 那么issue就出版发行了 每年要发行两次 这个Early 相当于Annually 注意这个词 形容词 副词都可以 我们跟他类似的 给予反塞的多看几个 比如说 每天的 或者是每天 都怎么怎么样 形容词和副词都可以用 再读一下 Daily Daily 注意是D-A-Y 不是D-A-I 不是D-A-Y 把那Y去掉 变成I 再加L-Y 比如说 Daily Life 日常生活 这个是相当联写的 Everyday Life 日常的 每天的 这Everyday联写 是形容词的 如果当副词呢 The zoo is open Daily 这个动物园 每天都开放 这个Daily 相当于Every 空格Day Everyday联写 是形容词 Everyday空开 可以当壮语来用 叫每天都怎么样 但是都相当于Daily 这个词 那么再看 每周的 和每周地 形容词副词都可以用 再读一下 Weekly Weekly A Weekly Magazine 一份周刊 每周发行一次的 一个杂志 但当副词来用 The group means Weekly 这个组织 每周都会建一次面 这个Weekly 相当于Every 空格Week 叫每周 同样每月呢 我们用Monthly 形容词 副词都用它 那么先看形容词 A monthly salary of 550 一个850美元 的一个月薪 就每月的 每月 挣的工资 是850美金 这个Monthly 叫每月的 当形容词来用 当副词来用 They meet monthly to discuss progress 他们每月呢 要见面 来讨论一下 进展问题 这个Monthly 在这相当于Evermonth 所以每月地 都如何如何 注意这几个 都是形容词 副词拼写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比较讨厌 放在一块记住 就好了 类似的 还有一些相关词 在Annual 前面加BI 这个BI 表示两个 所以这个Bianual 叫一年两次的 就Happening twice a year 一年两次 我们大声再多加 Bianual Bianual 这就一年两次的 还有呢 我们两年一次的 叫Bianual 这个口型没有这个大 这个发A 这里发A 我们再读一下 两年一次的 Bianual Bianual 叫两年一次的 还有后面三年一次的 再来边 Trianual Trianual 这个Tri 这个TRI 这三个字母 表示三个 三年一次的 还有更长久的 Centennial 叫一百年一次的 那么Millennial 叫一千年一次的 当然这两词 也能当名词来用 叫百年周年纪念日 还有千年周年纪念日 也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个一百年一次的 大声来边 Centennial Centennial 因为前面那个Cent 本身可以表一百的意思 那么Century 世纪不是一百年吗 后面那个Millennial 这MILL 相关的字头 就会表一千的意思 刚好一千年一次的 我们大声来边 Millennial Millennial 当然这两个词 做名词分别表 是纪念日 百年纪念日 和千年纪念日 还有一个 叫永远的 永久的 这个Perennial 这个Per表示美 每年都发生的 这不是永远的 永久的吗 我们再来一遍 Perennial Perennial 叫永远的 比如说 Perennial Happiness 永远的快乐幸福 Perennial Youth 叫青春永驻 永远年轻 最后再看看名词系列 十年 百年 和千年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先读一下 十年 Decade Decade 再读百年 一世纪 Century Century 再读千年 千禧年 Millennium Millennium The New Millennium 叫新千年 千禧年 就好了 好 这个一年一度的 Annual这个词 重点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青少年 这个名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Teenager Teenager 这个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从十三到十九 这个数字拼写都有个teen Thirteen 也是叫nineteen 其他字 林明方都没有teen Twelve 他没有teen嘛 所以十三到十九岁的青少年 叫Teenager 这个比较好记 注意 是可数名词 普通的可数名词 咱们 它有另外一个同义词 在口语中可以把它缩写成teen 也行 然后后面那个 Ager 把它去掉也行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een 也可以表示相同的含义 咱们看一个例子 A magazine aimed at teenagers 或者A magazine aimed at teens 一本主要面向 或者针对青少年读者的 这么一本杂志 面向十几岁的青少年 可以这么说 Aimed at 就要主要针对什么 面对什么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还有相关的一个搭配 叫In one's teens 就表示在某人 十三岁到十九岁期间 这个过程之中 咱们可以用它 同样看一个例子 She was in her teens when she met him 当然这个女孩子 在遇到她的时候 这女孩子年方十几岁的方令 当时正是十三岁到十九岁期间 叫In one's teens 可以这么来用 那么还有一个 跟它类似的是形容词 叫teenage 直接可以翻译成十几岁的 十几岁青少年的 都行 我们大声再度下 teenage teenage 就是把后面字毛去掉了 叫十几岁的青少年的 就好了 比如看例子 A teenage boy 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 My teenage daughter 我的正处在 十几岁的年龄的 这个女儿 都可以用它 这是雄词 teenage 跟这个teenager in one's teens 可以顺便 同时记录 好 相关词我看到这 那么指 这些类似年龄段的 青少年的词特别多 还有呢 我们做次总结 生活中常用 考试中常考的 比如读下这个词 youth youth 这个词也能表示 年轻人 青少年 而这一般也是 十几岁的孩子 这个青少年 但这个词呢 一般多 带有点贬义词的味道 表示不听话的 很骄傲不驯的 那些小年轻 就是我们一般 多发现的小年轻 多带有点 略微有点贬义词的 这个味道 我们看看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again of youth 一帮小年轻 一帮就是调皮捣蛋的 什么做坏事的 一些小年轻 这个youth 在这有贬义词的味道 因为gang 这个名词本来就是诽谤 一帮坏蛋的意思 你像the gang of four 咱们说就是四人帮嘛 这个在第八课 第十四课贵族歹徒 那课咱们讲过 叫一帮小年轻 做坏事的小年轻 那么还有一个词呢 叫youngster 也能表示类似的含义 就是什么孩子啊 或青少年呢 但这个词一般多用在呢 这老年人呢 称呼这个孩子 或称呼年轻人的事 年轻人 用这个词好一些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youngster youngster 也是类似 十几岁啊 这个孩子 青少年 但一般用在老年人 称呼年轻人 这个词用的更多一些 我们看例子 you youngsters have got your whole life ahead of you 这可能老年人 对年轻人说了 哎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哎呀 来日方长啊 你们整个的人生 就铺在你们的面前了 一生要去经历 你们那帮年轻人呢 未来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归根到底 还是你们的 你看这个时候 用youngster 更好一些 年龄段类似 也是十几岁的年轻人 那么 还有跟他类似的 有一个词叫minor 哎 这个用的特别多 这个minor 一般用在 法律用语里边 咱们直接翻译成 未成年人 一般来说 是18岁以前的 叫未成年人 你比如说 我们看看 这样一个例子 it is illegal to sell alcohol to a minor 向未成年人卖酒 这是非法行为 这minor 叫未成年人 用在法律场合 这个acohol 表示烈性酒 它可以当 不可数名词来用 那么这个illegal 是非法的 向未成年卖酒 是非法行为 这个minor 你看在很多酒馆里边 我们有这个词 不许卖给未成年人 那还有一个 叫青春期的孩子 一般也是 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 青春期身体发育的时候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adolescent adolescent 这个词当名词 当形词都行 当名词 叫青春期的孩子 当形词 叫青春期的 就好了 比如说 an adolescent between between the ages of thirteen and nineteen is called a teenager 13岁到19岁期间的青春期的孩子呢 往往被称为叫teenager 你看这个adolescent 也是十几岁的 青春期的这个孩子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同样 他当形容词也行 an adolescent boy 一个处在青春期的男孩 都可以用他 名词 形容词都可以 这叫青春期的孩子 或青春期的 那还有最后来一个 我们看 指青少年犯罪 用的比较多的 也是青少年 但一般是指罪犯的 指犯罪 坐监犯科的时候 才用它 我们大人再读一下 juvenile 但有的时候也会这么读 juvenile 有些美国人 把那ile都说o 这个发音都行 但一般用在犯罪 在罪犯 这个时候用它 我们看例子 most of the suspects were juveniles sand at age of seventeen 那么大多数的嫌疑犯呢 都是17岁以下的 这些青少年 你看这一般指罪犯 坐监犯科的人 用它比较多 那么用它当定语 来修饰另外一个名词也行 那些juvenile delinquent 还有常见词 juvenile delinquency 可以顺便同时记住 第一个叫少年犯 第二个叫青少年犯罪现象 这个delinquent 本来表示坐监犯科的人 放在一块 就是少年犯 科数名词短语 我们大声读一下 juvenile delinquent juvenile delinquent 下面这个delinquency 翻译成违法犯罪行为 这个词可以当 不科数名词来用 放在一块 叫青少年犯罪 我们大声来 Juvenile delinquency Juvenile delinquency 青少年犯罪 这是把青少年相关的词汇 我们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词汇 咱们看看 用绳子 用力拖拉拽 这个词 它暗示 一般是绑上绳子 慢慢地 用力地 在拖拉拽 用它 特别类似中国字 那炮那个字 把它大萝卜给炮出来 它一般强调 多暗示 用绳子记住之后 慢慢慢慢 拖拉 把它拽出来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Rescue workers attached the man to ropes before holding them to safety 这些营救工人呢 给这些人身上 系上了绳子 然后把他们 拉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墙的持续 而缓慢地拖拉拽 尤其暗示 用绳索绑住之后 再用力再拽 这个before 我们说过 不一定发现了 在什么之前 可以发现成 然后 然后把他们拽到了 拉到了安全之处 这个safety 表示安全之处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这是ho这个词 有这个含义 跟它类似的 拉拽的词特别多 比如说还有一个词 叫drag 这特别像中文中 drag那个词 你看什么ho啊 drag啊 我们老祖都是猴嘛 猴用力是 drag 从发音差太多 这叫drag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rag drag 但用这个词呢 一般都强调什么呢 一般都强调 有比较大的摩擦力 或者是阻力 用力的drag 用力的drag 这么来说 强调摩擦力 或阻力特别大 我们看例子 he dragged the heavy chest across the floor 他把这个大箱子 从地板那头 拉拽了过来 这墙的箱子特别重 跟地板用摩擦力 非常费力的 把他拽了过来 可以这么说 那表示阻力也行 你看 the police drag the soccer hooligan up the pitch 这个pitch 本来是球场的意思 这个警察们 警方怎么样呢 把这个足球流氓 从球场上拽走了 这他不想走 在那自卫 在挣扎 强得有阻力吗 他不想走 把他愣拽离了球场 我们顺便可以读一下 足球流氓这个词 soccer hooligan soccer hooligan 这个hooligan可以表示 小流氓 阿飞 这个意思 这也是拽 可以用它 还有跟他类似的词 比如说toe 也有拖拉拽的含义 但这个词一般表表示 把已经出故障的车 或船只 拖拉到修车场 或修船场 就是拖走 出故障的交通工具 用它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toe toe 同样看个例子 my car broke down and had to be towed to a garage 我的这个汽车抛锚了 不得不被拖到 一个修车场去修理 这个时候用toe好一些 也是拉拽的含义 但用的场合不同 还有一个词 叫trail 这个也可以翻译 拖拉拽 但它一般表示 慢不精心地 拖在后面 它并没有用力气去拽 而因为连到一块 慢不精心地 拖在后面 我们再读一下 trail trail 应该特别像尾巴 特别像tail那个词 像尾巴一样 拖在后 特别好记 比如说 she walked slowly along the path her skirt chilling in the mud 这后面用了 独立主格结构了 它缓慢地 在小路上走着 它的裙子 脱在了身后的泥巴里边 可能是女孩的 失魂落魄地走着 穿着长裙 脱在身后的泥巴里边 这连到一块拖拉拽 你看 前面是 这个逻辑主语 后面加了非味动词 这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做伴随壮语 前面是 这个主干 句子主干结构 后面是伴随壮语 就好了 这是拖拉拽 那还有一个 叫用力的凳 这个 你听发音就很短促 代表是 一二三 走 一二三 走 突然间 用力什么 凳一下 卯足劲 突然间一凳 一凳 这种感觉叫 我们读一下 tuck tuck 这类似我们 凳 用力去凳 这个字 we tug it so hard let the row broke 我们这一下 凳的劲太大了 绳子一下崩断了 这突然间用力的 凳 这种感觉叫tuck 你看这几个 拉拽在英语中 表达特别丰富 但是甭管哪个拉 哪个拽 几乎都可以用 pull或者draw 这两个词 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本文中也出现了 它的替换 就什么的拖拉拽 都可以用它 它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在大声度下 pull draw 也是拖拉拽 好 这几个什么拉呀 什么拽呀 相关词汇 我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形容词 是在令人痛苦的 令人伤脑筋的 就是不知道该选 哪一个很头疼 或者在肉体上痛苦都行 这个指 肉体或精神的痛苦都行 精神痛苦呢 一般是表示 对做决定的时候啊 举棋不定 很头疼 伤脑筋 就是用它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gnizing Agnizing 令人痛苦的 令人伤脑筋的 比如说 An agonizing injury 一个令人痛苦的 一个伤 这是一个外伤 这是肉体上 比如这个地方 拿了个大口子 特别疼 令人痛苦的 还有呢 An agonizing choice 一个令人伤脑筋的 一个选择 这两个是一个dilemma 选哪个呢 都有好处 都有弊端 我拿不准主意 很头疼 你看用它刚好合适 再比如说 An agonizing decision 这是一个 令人伤脑筋的决定 或者干脆就直接用 An agonizing dilemma 令人伤脑筋头疼 那个两难抉择 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 这个时候 我们用Agnizing 也是 伤脑筋头疼 举棋不定 可以用它 那么这是 我们看的是 表示令人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以前 李老师说过 Ing呢 做形容词 一般翻译成 事物的特征 叫令人怎么样 如果过去分次当形容词呢 表示人的感受 感到痛苦的 咱们换这 Agnized 感到痛苦的 指人的感受 而不是事物的性质 比如说 An agonized expression 一个痛苦的表情 这个表情不是令人痛苦 是他本身感到痛苦 An agonized scream 痛苦的尖叫 啊 疼死了 这尖叫不是令人痛苦 他本身感到痛苦的 所以注意 还是Ing表示事物性质 那异地呢 过去分次呢 表示主观感受 就好了 那么顺便可以记住 它的动词 就对某事很头疼 很伤脑筋 直接还原成动词原型 后面加 对某事伤脑筋 拿不顶主意 我们大声对一下 Agnize Agnize 后面加 Agnize 对某事伤脑筋 尤其强调 很难做抉择 我们看例子 For this I Agnize Agnize About 这个痛苦 我们读一下 Agni Agni 它的搭配 顺便在例句里看到 He groaned in agony 它在痛苦的声音 这个groan 表示人难受的 哎呀 这种声音 它痛苦的做模式 Do something in agony 在痛苦的做模式 好 这是Agnizing 相关的几个通根的词汇 特别漂亮 我们在老师讲解之后 相信大家都会用 但必须把它记住 把它背起来 否则的话 过两天就没有印象了 好 最后咱们看一个重点词 就是垂直力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Vertically Vertically 叫垂直方向的 跟地面90度角 垂直的 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个 以前讲过的搭配 叫The vertically challenged 垂直方向 备受到挑战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指那种人呢 哎 表示 诸如症患者 不是一般的小 不不是一般的矮了 三十多岁了 才六十厘米这么高 这诸如症 垂直方向上 被受到挑战 因为这是一个 委婉的表达 我们还暗示了这种人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反义词出现 The horizontally challenged 叫水平方向上 受到挑战 我们读一下水平的 这个词 大声嘞呗 Horizontally Horizontally 这个好记 它来自于地平线 Horizontally 水平方向上 受到挑战的 指什么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指肥胖症 不是一般的胖 这个人 900多斤 1000多斤 或者这个人 有5000斤重 肥胖症 特别特别重 这个出门出不去了 这种水平方向上 受到挑战 一出门被卡住了 这是违反表达 违反表达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diagonally 这个词表示倾斜地 你看 vertically 垂直地 Horizontally 水平地 这个倾斜地 或者叫对角线地 都行 就是长方形 两个这个点 到底一块 对角线的 或倾斜的 我们再大声来一遍 diagonally diagonally 倾斜的 对角线的 可以同时记住 比如说 the path goes diagonally across the field 这条小路 倾斜地 穿过了这块田地 或者对角线的 长方形的田地 这个道路 这么穿过去 对角线的穿过 或倾斜地 可以用它 好 我们最后再读一下 垂直地 vertically 水平地 Horizontally 倾斜地 对角线地 diagonally 把它记住就好了 形容词形式 先看垂直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vertical 再快点 字母T又浊化了 再快点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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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vertical 稍微浊化一下 再跟后面的同一词 perpendicular perpendicular 这都可以表示 和地面垂直的 90度角 水平的 再读一下 horizontally horizontally 就把后面ly去掉了 然后呢 这个倾斜的 对角线的 diagonal diagonal 这个在折译 sat的数学考试会见到 还有呢 我们说弯曲的 再读一下 curved curved 表示弯曲的 这东西中间有弯 它不平 还有一个 叫曲了拐弯 曲折的 它不光是弯曲 而且这是一弯 这是一个弯 这是一个弯 像蛇一样 蛇形的 曲了拐弯 曲折的 我们听一听的声音 就是弯弯曲曲 大声那边 circuitous circuitous 我得看第二个字 tortuous tortuous 你听circuitous cur tortuous 哎呀 转了多少圈了 就曲折的 就去了拐弯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road is tortuous but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道路是曲折的 但怎么样 前途是光明的 后面这个prospects 可以表示前景 前途展望 但这个词一般习惯用复述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prospects prospects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 但是前景一片光明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所以用are bright 好 这个四日三刻 声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学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